快為金鐘50按讚 天天送5000 還有機會玩彩晶搖搖的 抽六萬大獎 我沒有腦性麻痺 你不要在這邊喔 我沒有腦性麻痺 我沒有腦性麻痺 怕你沒有聽清楚 所以彤彤說了三次 你好 我不是腦性 我不是腦性麻痺 好 你是彤彤 對不對 你不是腦性麻痺是不是 對 嘴巴呢 要嘴巴是不是 是 對 好棒 對 高 啾啾啾 動 他是彤彤 一個協調不良型 合併高張型腦性麻痺的孩子 四歲的他很不服輸 好 我們會滑下去喔 然後老師會幫你撐著 好 可是你要自己偷偷要加油 好不好 出去玩的時候 他玩一些有點器材 他會覺得說 那就讓別人玩就好了 因為他發現說他自己 他有感受到 他自己要做 跟別人一樣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再會有一些困難 所以他是 不要幫你喔 好 我也沒打算幫你 你翻身的對不對 對 不要幫我 是彤彤口頭禪 卻格外讓人心疼 簡單的吃東西 彤彤得花上三四個月練習 更別說翻身或是爬行 腳腳打開 腳腳打開 然後呢 翹屁股 翹屁股 對 好棒 在身體區幹這邊部分的控制 是非常不方便的 可能如果我們不幫他的時候 他做大概十分鐘完全沒有辦法玩 成功一次 那可是他還是會 就算 有時候他可能早上就要換一次衣 吃力的痛苦 小小的身軀挺了過來 但真正跟時間賽跑的是年齡增長 因為他其實受限於 他的這個腦性麻痺的障礙程度 其實非常的重 那隨著他年齡的增加 我們感覺到他越來越理解 然後甚至他非常的失望 對 針對自己某些能力上面 可能有達不到的地方 成長的這條路 只能比別人加倍努力走 即使身上悲著腦性麻痺 肢體語言的障礙 通通小小年紀 卻懂得用樂觀的心來面對 方燕迪王清玉台北報導